元旦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吗? 元旦不是中国传统节日,而是法定节日。 同时,元旦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新年。 中国历史上的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禁书。 从汉武帝起,规定阴历一月为正月, 把一月的第一天称为元旦, 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。 新中国成立时,开始正式使用公元纪念法, 把每年公历的一月一日定为元旦, 并列入法定假日,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。 节日放假一天,后常常将当日前或后双休日调整, 一般连续休息三天。 现代中国对元旦的庆祝较至春节, 重要性要小得多, 一般机关、企业会举行年终集体庆祝活动, 但民间活动很少。